赵鲁斯24岁 因一张照片突然出名 如今已是国内娱乐圈顶级女星 文中素材取自网络 若与实际情况不符或违规 请联系我们删除 娱乐圈里18级的女明星有很多 但今年最受关注的还是True Low 2 她不仅靠运气晋级 还凭借颜值和颜值成为顶级明星 力量 她的优越性 多元化增长 赵鲁斯1998年出生于成都 她从小受到父母的溺爱 养成了直率可爱的性格 她不仅性格可爱 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从射箭到体操 再到后来的自拍 她什么都尝试过 她的自画像之所以在网上流传 是因为她简单 平易近人的美丽 让人觉得讨人喜欢 尽管她的学业成绩不佳 尤其是数学 但她的父母并没有强迫她学习 高中毕业后 她前往台湾明道大学继续深造 并由此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 外表及正义 赵鲁斯的长相 在娱乐圈可以说是小有名气了 她的美不同于那些冷艳 或者高贵的美女 而是那种让人产生亲近感的邻家美女 她的美貌成为了她的优势 帮助她打开了光明之门 幸运高贵幸运 在娱乐圈里 崛起的途径有很多 比如新二代 有专门对景的人 但普通人想要离开这个行业 可能就得依靠贵人了 赵鲁斯2016年成为综艺节目 火星情报局的嘉宾 这让她有机会与汪涵 薛之谦等人合作 王汉称她为女朋友 并给了她更多正式进入娱乐圈的机会 资本运作背后 赵鲁斯的成功不仅仅是靠运气 背后还有银河库宜 这个强大的互联网娱乐品牌 这家公司与阿里文鱼关系密切 为她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机会 银河库宜乐的火星情报局 帮助赵鲁斯一举成名 让她成为顶级女明星 进军甜宠剧市场 赵鲁斯的聪明就在于选角 她很快就进入了甜宠剧市场 这类剧对演技要求不高 但受众广泛 赵鲁斯通过甜宠剧 逐渐积累了大量粉丝 成为网剧甜宠名演员中的后起之秀 赵鲁斯多方位演讲 赵鲁斯不仅满足于甜宠剧 还出演了《长歌行》等一些主流剧 这种多方面的表演 使她更具代表性 并不断扩大她的影响力 成功的营销策略 赵鲁斯的成功 也与她出色的营销策略有关 她善于引发话题 善于利用社交媒体与粉丝互动 不断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她的粉丝逐渐增多 反对派变得无足轻重 这是一个女演员 从初出茅庐到站稳脚跟的必游之路 概括 赵鲁斯的崛起并不是单靠运气 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交好的外表 多元的背景 运气 明智的电视剧选择 成功的营销策略等因素 共同推动了她的事业发展 她是一朵有野心 坚强的小花 前途一片光明 值得期待她更多的作品 本文对赵鲁斯的崛起 进行了深入分析 从她的背景 资源 明智的剧集选择 营销策略等多个角度 分析了她的成功因素 她的事业发展 不仅靠运气 更靠她的实力和智慧 找到了成功之路 未来 赵鲁斯的发展前景 非常被看好 她将继续在娱乐圈 产生重要的影响力 以上内容及信息 均取自网络 本文作者无意针对 或参考任何实际国家 政治制度 组织 种族或个人 相关数据和理论研究 基于网络资料 以上内容并不意味着 本文作者同意文章中的法律 规则 观点和行为 并承担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责任 本文作者对因上述或相关事项 而产生的任何问题 不承担任何责任 也不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由于平台规定 只有与我互动越多 才会被认定为真正的粉丝 如果你喜欢我的文章 可以点击关注 成为铁杆粉丝 第一时间收到文章 本文首发于今日头条 请勿转载 太阳与我同在 爱情与美食的完美结合 阳光与你同在 烹饪的艺术 爱的美味 阳光下 是一部广受欢迎的电视剧 其成功的秘诀之一 就是将烹饪细节 巧妙地融入到剧情中 让观众对艺术 烹饪和情色美食 产生深刻的共鸣 尤其是 Findong为John Bang 做的美味佳肴 不仅打断了 Fornmark和John Bang的约会 还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 这部剧的剧情 非常贴近生活 所以做饭和吃 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剧情元素 Findong之所以能 不过John Bang的心 全靠他高超的厨艺 在《太阳与我同在》中 观众可以领略 Findong灵活的厨房操作 从洗菜 切菜到炒菜 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艺术性 盛阳本身学的是设计 这体现在他的厨艺上 剧中的饭菜不仅仅是道具 Findong的烹饪场面 拍得精美又艺术 每一道菜都透露出他的匠心 John Bang对Findong的外表 感到措手不及 他形容Ding Dong眼神中的严肃 让他感到害怕 Ding Dong成功地将Game Bang 带入了温馨的家庭生活 而烹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太阳与我同在》中 正是这些小细节 让江帮逐渐陷入绝望 张剑在《太阳与我同在》中的表演很自然 做饭的动作很流畅 不生硬 盛阳的欢乐 孝心 艺术性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沉浸其中 张剑和盛阳对人物的塑造非常合适 成功地将烹饪表现成了一幅生动美丽的画面 着实值得称赞 相比之下 杨阳在《人间烟火》中的演技不容小觑 他饰演的宋元也是一个擅长做饭的角色 但因为是消防员 所以他的做饭方式显得干净又强势 杨阳在塑造角色时非常注重细节 他做饭的动作与盛阳完全不同 但却符合角色的性格 不过 有趣的是 杨阳本人不太擅长做饭 在拍摄《我的人间烟花》时 他在做饭的场景中不小心割伤了手 这也让观众更加欣赏他完成任务的决心 张剑和杨阳都是优秀的演员 注重表演的每一个细节拥有大量的粉丝 两位演员的演技都得到了磨练 因此他们在《太阳属于我》和《我的世间烟火》中的表演受到了观众的高度赞赏 对于《太阳与我同在》 《续集》 观众们都渴望看到《Vindon》展现出更多的实力 除了厨艺之外 相信他也能给江邦带来更多惊喜 赢得女神的放心 让我们一起为盛阳加油 总之 《太阳与我同在》 通过烹饪情节成功地表达了爱情的甜蜜和人物性格 而小千和杨阳的出色演技也为电影增色不少 这部电视剧告诉我们 烹饪不仅是一门艺术 更是一种传达情感 改变生活的手段 无论是《Vindon》精湛的厨艺 还是宋年的干净整洁 都展现出不同的烹饪风格 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季里 我们能看到更多烹饪的精彩瞬间 以及主角们在厨房里的成长和爱 每一比你们看完下来的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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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